各位同学好 那这一张呢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导读 因为在 第七章的 第一个导读影片中呢 有特别介绍 Seeing Theory这个互动式网站 那这个网站已经运作几年了 是 由一群 几年前的有一群 在布朗大学就读的学生呢 他们所编辑出来的 那目前这个网站的他也有被翻译成 简体中文跟 西班牙文 不过建议同学呢使用 英文因为简体中文的 术语呢 跟 繁体中文是不大相同的 那我这里就 在Seeing Theory呢 他基本上呢也是一个电子书 那我就 与第七章 跟几率入门有关的部分呢 做一点 可以做互相援引的介绍 那在 第七章呢 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在7.2这里 是谈到 一个 我称为次数主义的观点 那这个次数主义的观点中呢 在这里有一个 在这里原作者有用一个模拟的实验呢 来去解说 为什么次数主义认为 一个 一个真正的 母群的参数呢 是 由长期累积而来的 那这里用的图呢是一个静态的 而在Seeing Theory呢 我推荐的同学可以 从 这个 Basic Probability 这一个 章节里面的第1个单元 期望值 这里去认识 并且也可以让你 去知道 期望值的更深层的意义 那在这里呢 他是用一个 6面骰子的例子 来去做一个模拟实验 不过在 我们在这个 GEMOBI的统计书中呢 他是 他这里呢 是用一个 像是 直硬币的 那Seeing Theory的网站 他这里的设计呢 提供我们可以自己 去修改这个 骰子的设定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做出跟这个 原来这个电子 GEMOBI电子书 涂漆之一一样 类似的效果呢 你可以就是 改 改成只有 像是两面骰 或者说就是一枚 硬币 好那你可以就 直接 那就直接 可以给他呢 做 做 无限次 次的 直 直闪 那慢慢累积 我们可以就会知道 越来 因为他就只有一跟二 所以他的 期望值 因 会 经过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会逐渐逼近 中间的 1.5 那由此 大家可以用 可以用这个单元来 互相的 援引这个次数主义 对这个次数主义观点 有更深的一些理解 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对各位同学有 有些帮助 事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